Hello 歡迎大家回到Kermit Snot The Vlog的頻道 我是Kermit 很久沒有在誇張告訴你這個系列的歌見過大家 如果大家有追蹤到我的IG 還有看到我的Vlog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現在已經來到澳洲拍攝了 不用怕你沒有按錯 這個不是Vlog 大家都看到其實我是剛剛好忙的 很忙很多事情 開學、找工作等等 很多事情 所以延遲了很久 我最近終於開始有空 少少 逼了少許時間出來 整理了少許資料 跟大家拍攝這個系列 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就說速空 如果在看影片的 你是誇仔的朋友 或者TV的朋友 你對速空都一定不陌生的 這個系列我會分兩集的 第一集主要講它的種類 用法 它的好處、壞處 第二集就會教大家如何去選擇速空 如果你是本身很熟悉速空的朋友 或者你已經有穿了很多年速空 很想分享一下你的經驗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分享一下你自己 穿過的速空有什麼款 有什麼好處、壞處 跟我說的會不會不一樣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這集了 一般一說到速空的話 大家都會想起 跨仔、TB 即是要觸著胸 看下去男性化一點 不要被人覺得是女人 遮住女性的第二性徵 這些東西的 其實除了這個用途之外 速空是不是真的沒有其他作用呢 其實除了TB和跨仔之外 還會有其他的用家 譬如有些人 當他們做完手術要康復的期間 都是需要穿著速空 去固定住他的皮、肉、脂肪 即入面那一堆東西 讓他不要移位 加速他的復原 另外那些COSPLAYER 譬如有些女士 是想要COSPLAY一些男性的動漫角色 他們都是需要用到速空 我也聽過有些人 因為覺得胸太大 做運動不方便 於是就會穿速空 因為速空和Sport Bra有一個不同的 就是Sport Bra是純粹令你沒有露點的狀態 但是速空是真的把它壓下去 變相會和你的身體會貼近一些 這個是我自己以前做手術之前的感覺 穿速空可能是跑步、做運動那些 是沒有穿Sport Bra感覺到椅子是那麼辛苦的 雖然我以前也不是很大 但是不大即是你沒有東西 你會蹬的對不對 說一大抽這些純粹是讓大家認識一下 速空除了我們平時的認知之外 它還有些甚麼功能 而我本人當初買速空 當然是用來押著胸來抑制自己的性別不安 我還記得上當年我媽媽開始發育 即是一幾年的時候 開始會有些肉 我是極度討厭自己的胸 當時是我媽媽要求我戴BRA 但我死都不肯戴 因為我當時已經覺得BRA不是一樣 我要用的東西 我保持著飛釘 都不肯穿底衣 即是有屁股的底衣 我完全不肯穿 不肯定 到後來不記得有些甚麼 我很想要的東西 我媽媽說你肯戴BRA 我就買給你 於是我就退了一步 就肯戴SportBRA 但是SportBRA是不會把你的胸壓平的 即是你有一定的級數它就會回到 當時的資訊就不是那麼發達的 我就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一樣東西叫做速空 於是我有很憎恨自己的胸 SportBRA我是用來取悅我媽媽的 我背後我到底怎樣 我嘗試去買崩帶去綁住自己的胸 但是因為當時是完全不懂 我買了一個應該不是崩帶 是買了沙布 穿很薄 然後尺寸是很短的 好像翹了兩個圈已經圓了 崩帶 最後是不成功紮到任何東西 那當然我就放棄了 這樣只是穿SportBRA 然後儘量拉低 嘗試按扁這個胸 當然科技發展到今時今日 大家很容易找到速空的資訊 還有崩帶除了我剛剛說那些我買錯了的崩帶之外 是有一些運動的崩帶 即是本身可能讓你做運動不要受傷 或者你已經受傷了 然後是拿來幫你綁住去增加肌肉的support的一些崩帶 那些崩帶現在是有些朋友是會拿來做速空的用途 其實是蠻有用的 終於直到我中五還是中六的時候 已經有IG這些東西 於是就開始一些IG購物 那我就去找了一些速空 買了回來試 這兩段關於速空的影片 裡面所包含的圖片 甚至一些資訊 都是由這間店的店主告訴我 他們還在做的 現在已經有實體店了 不是賣廣告 不過店主真的超好日 我完全是極度建議大家是找他去買 完全極度建議 我說什麼 關於這間IG購物 下面會有他的link 我都會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其實我已經忘了我第一件買的速空是什麼樣子 因為都很多年前 但我很記得我第一次穿著速空 然後再穿T恤在上面 然後看到真的平了那一下 那個感動是 又未去到做完上身手術那麼感動 但是真的很開心 講開速空 其實速空有很多款 你經常看到很多名字 什麼排扣款 黏貼款 拉鏈 套頭 其實主要都是說它速空的開合位 就是你可能bra過後面不是扣 我們就叫排扣 但是速空一樣 有排扣 黏貼 過頭粒就是套頭 每個款都有一些他們自己的優缺點 而剛才跟大家提及過的款 我基本上都穿過的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我個人穿過的感受 看看會不會幫到大家去選購一些速空 首先講到最經典的那款排扣款 排扣款多數都是側扣 在側邊扣 不知哪邊呢 有些左的有 通常就不會在後面 它扣就沒有fix到是幾多個 要看你的尺寸 譬如你可能小碼一點 我見過最小的3個扣都有 但是最多我見過8個扣 甚至10個扣都有 那都是depends你的尺寸 那排扣款有甚麼好處呢 最基本就是可以去adjust到它的鬆緊度 還有它比較耐用 因為排扣不是甚麼很特別的機關 沒有那麼容易難 壞處就是它可以adjust到它的鬆緊度不夠細緻 可能你突然間你今天水腫 然後之後你是想調回鬆一格 你一鬆就鬆了很多 這樣就蓄不住 就是你調一格又太緊 鬆一格又太鬆的情況 那這個其中一個壞處 另一個壞處就是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不方便 尤其是你剛剛頭一兩次穿的時候 你要逐個看著這樣扣 但其實我到後來已經不用了 就是靠摸是這樣已經是可以穿到和鬆開 這個Practice Make Perfect 第二款我們說黏貼款 黏貼款顧名師就在這裏貼來貼去 其實它就是魔術貼來的 通常會做在側前方 甚至我見過正前方 我見到有一陣子都很流行這個款 之後它們就出了正音魔術貼 撕的時候不會 好處就是它不跟剛才排扣款說 你只可以在一個fix的狀態 讓它去調校鬆緊度 黏貼款就是你可以差一點鬆緊 都可以微調到adjust 還有它是很方便的 你基本上一貼上去完就就可以了 壞處就是它沒有那麼耐用的 如果大家有用過任何關於一些魔術貼的產品 我不是說觸控 任何魔術貼的話 你都會知道你撕得多 它那個黏力就會開始減弱 最患的情況 我後來穿舊了 可能一呼吸就爆開 其次另一個壞處就是 因為它這樣黏貼完之後 它這裡是兩塊布 變成像我這些周身動的人 可能我這樣動 這些就會覺得迫住了 還有會跨的底 可能有機會它那些魔術貼 邊收得不漂亮就會跨肉 因為我奇光八卦 對不對 然後有拉鏈款 拉鏈款我自己穿過 就有在正前方拉 還有在側邊拉的款式 我最初買的那些款 我記得它的拉鏈是 底部沒有一塊布 去隔著跟你肌膚之間的距離 所以會跨肉 後來因為越買越多 就發現有些款式 它是多了一塊布 擋著拉鏈 那就沒有那麼跨 好處都是很方便 一拉平 我自己穿過就覺得 前拉鏈款 就不會那麼硬 但是你側拉鏈款那些 是又硬又跨 這個我個人感受 壞處就是 如果你是穿正前方拉鏈那隻款 穿比較薄身一點的T恤的話 是會透出來 你會看到拉鏈的形 甚至看到扣在這裡 其次就是因為它是拉鏈 它本身定了 是這麼大就是這麼大 你是不能再調整它 鬆一點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通常它前面 拉鏈那塊布會厚一點 但是它後半部那一部分 就會做得可能比較有彈性 通常會建議拉鬆後面那塊布 你就可能會鬆一點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穿久了 穿著它又會自己緊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穿拉鏈款 那就因人意義 然後就有套頭款 套頭款我以往有買過的 都是全新款 它就是類似是一件背心 然後將一件速空 扯住在裡面 變相你穿的時候 外觀就好像原生藍 穿背心就這樣穿了下去 你不用扣任何東西 它已經速住了 好處正正都是我剛剛說的這個原因 因為穿下去感覺自己是更加像原生藍 不用左扣右扣 你會忘卻了你是需要扣的感覺 但壞處就是你脫的時候比較緊 因為它本身是給你這樣束著的 那你脫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緊力在那裡 你就會這樣拔不出來 我試過是拔不出來 另一個壞處就是它不可以調節鬆緊 你肥了一點可能都好一點的 因為它那些繃帶有彈性 它會stretch的 但如果你瘦了一點的話 因為我自己吃東西是不太吸收的 其實不要覺得是一個好事 因為都挺麻煩的 譬如我之前是穿兔頭速空的時候 買的時候適合尺寸 然後忽然之間就瘦了 然後就可以整隻手放進去那種手 它又不能再調整個尺寸 如果有瘦底的朋友 或者會明白我說什麼 大概說了最常見的四款的速空 其實除了剛才套頭款 我提及過會出全新之外 其實其他款式的速空 都會出全新和半新的 比較常見的是排扣和套頭 都會出全新款 而全新款甚至有出過泳衣 我之前都有買過 但是我想套回頭盔 就是剛才說了一大堆的優點和缺點 其實都是我個人感受 或者你買和穿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跟我完全不同的 Fill free to comment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買過什麼速空 你穿速空的感覺是怎樣的 好 只是說一下速空是什麼種類 那些東西已經說了很長 所以下一集就會繼續和大家說一下 選一件速空的 有什麼要注意 如果你沒有好好去選一件速空 到底會有什麼負面影響會發生 負面影響可以有多嚴重 在這裡透露一下就是 其實輕質就皮膚損傷 重質就骨骼變形 大家記得留意下一集 看我怎樣教大家去選速空 真的不要看小胸部下垂 因為如果你是下垂了 而你之後是想做平胸手術的話 你可以選擇的手術種類會自不而少了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沒有好好保持 就算我那麼瘦底 我都最後要做了大喇那一隻 因為我這裡是有一折皮在這裡 祝大家一個美麗的胸型 無論是手術前手術後還是不會做手術都好 都祝大家一個健康美麗的身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按鐘仔 下次再見 拜拜